如果要评选娱乐圈的狠人 大S一定榜上有名 徐熙元的人生实在太过彪悍 为了变美 他从17岁开始就戒断所有含黑色素的食物 即使天气再热 出门也要全副武装 不晒黑一寸皮肤 就因为吴佩慈说了一句 可惜你是黑肉底 大S不惜服用治疗废血栓的抗血凝胶 因为这种药的副作用可以让皮肤变得惨白 为了变瘦 大S可以连续三周每天只吃一块腐乳 两口白饭 对自己的体重控制到变态的地步 拍戏必须是42公斤 上综艺就调整到44公斤 一次肚脐环发炎 他干脆直接自残 对我就把那肚脐环一拆掉 我就发现是里面的一块肉跑出来 我想说也不能因为这块肉 我就放弃我的肚脐环 然后我一剪 他就啪就这样变成一小块散开来的肉 结果总共剪了三刀 他就变成一块小碎肉 可是都不掉 然后把肉塞回去用胶布贴起来 然后呢 然后肉就长好了 不只是对自己狠 大S对别人更是毫不手软 是娱乐圈出名的外柔内纲 因为还未成年时 大S就决心靠自己拼出条血路 徐富虽然是开阴楼的富二代 却整天酗酒鬼混 时常家宝妻子 还欠些一屁股赌债 三姐妹中 姐姐和妹妹都不敢吱声 只有大S站出来和父亲对纲 父母离婚后 大S又自作主张闯荡娱乐圈 以跳车相逼 带着妹妹小S靠入花岗一校 在校期间 他就是学校的风雨人物 平时班里的大姐头 没事收拾小流氓 很快就被唱片公司看中 徐希元和徐希弟两姐妹 组成ASOS的组合出档 也就是大小S的称呼由来 公司本来想给他们包装成 青春玉女的形象 无奈二人实在太会搞怪耍宝 定位彻底跑天 不到20岁的大S 显得非常成熟老练 谈和约 装发行程 上台表演 统统由她搞定 小S只需要无条件信任姐姐就好 后来跟经纪公司闹掰 组合被封杀 大S也是毫不信任 转身带着妹妹投入主持综艺 凭借着真实有趣的主持风格 再次一炮而红 负责的娱乐百分百新闻播报节目 完全将演播室变成了直播间 也是在此期间 大S结识了让她至今饱受争议的 韩国歌手聚俊叶 1999年 韩国男团酷龙来台湾做宣传 大S对这个光头一见钟情 节目中直接表示想和她结婚 后来才证实 两人确实火速交往过一段时间 大S甚至为爱纹身 大S的每段感情都可以说是轰轰烈烈 和蓝正龙周渝民 都是高调热恋 又果断分手 这是她自己所说 爱的热恋分的理智 我这个人挺疯狂的是 我的感情轰轰烈烈 可是我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 然后连我自己是很痛苦很痛苦 但是我还是会用理智来面对 我的人生跟感情 从18岁到如今47岁 大S几乎没有感情空创期 性格强势的她 想要什么就会主动追求 和汪小飞的相遇亦是如此 我一眼见到她 我就觉得我要跟她生孩子 我要为她下厨 我要为她甚至放弃 见面不超过四次 认识不到20天就光速闪婚 但谁也没想到 一向注重体面的大S 会因为这段婚姻 闹得一地鸡毛 一发不可收拾 万万没想到 一心想要夺回孩子抚养权的汪小飞 最后却争到了一个光头的赡养权 一年高达4000万的抚养费 刷爆信用卡养前妻和她老公 抛开大S和汪小飞恩怨是非先不谈 聚军夜入坠 赢取大S才是最大赢家 不用搏一搏 单车直接变摩托 全程蹭吃蹭喝蹭住蹭水电 大S二婚时 戴着头纱 脖子上的项链 约会时的耳环 均是由汪小飞买单 聚军夜除了一片真心外 还真是一无所有 甚至同窗共准的床垫都不用换 汪小飞就此沦为最惨前妇歌 由于各种爆料骂战 实在太过精彩 大S一家也被戏称为台版卡带山家族 这场闹剧 自2022年11月开始 风头一度盖过世界杯的热度 大S突然起诉前夫汪小飞 不履行离婚协议 拖欠500万台币的生活费 不料气的汪小飞一天之内连发23条微博 控诉离婚前后的种种不满 表示不想再为某位光头窝囊费交电费 随后晒出一长串的账单 每月贷还房贷106万 学校注册费2万 两个月社区管理费4万 一个月的电费高达5万 一周家用13万 另有现金家用100万 零零总总的费用加起来 一年高达4000万台币 折合成人民币也有1000万之多 连台北4个亿的豪宅 也是王小飞掏了2.4亿首付 却因为不是台湾籍 登记在大S名下 这份极其不平等的离婚条款 似乎让王小飞忍气吞声太长时间 看到大S和徐敬业心安理得的享受后 忍不住彻底爆发 面对前夫的气急败坏 大S本想保持一如既往的里面 每份声明都发的礼貌客气 确实也有许多人力挺大S 指责王小飞是情绪不稳定的渣男 但在被曝出 大S竟是拿前夫的钱结的二婚 舆论风向瞬间倒转 更抓马的是 那张令王小飞心生怨念的昂贵床垫 被发现扔在酒店门口 似乎是大S的强硬回应 警察征 只是个相似的假货 大S终究没舍得扔掉200万的定制床垫 前期被人搂着 床垫被人睡着 房子让人站着 孩子不让抚养 自己还得心甘情愿乖乖掏钱 代入一下确实太过丧权入国 而王小飞母亲张蓝的下场参战 将事情推向高潮 这位经验老道的豪门阔台一边爆料 一边在植物间卖床垫和卤蛋 还有绿茶泡软饭 这戏剧效果直接拉满 大S当然不是好欺负的 他的经纪人很快就带群众 回顾王小飞婚内出轨的丑事 更是被狗仔拍到榴莲夜店 陪着张盈盈去打胎 怒斥汪母 张蓝不过是趁机蹭热度卖货的小丑 这一系列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互相爆料 让这场海峡两岸的骂战 闹得一地鸡毛 发现完了王小飞冷静下来后 依然念念不忘 但也有了新的女友 而大S则完全退居幕后 沉浸在与聚军夜的重逢中 大S究竟有多可怕 才会让周渔民听到他的高跟鞋声都恐惧 王小飞从不敢说他一句坏话 甚至连上个厕所也要报备 свол同olo一项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觉得 大S和剧军夜的二次闪婚出人意料 纷纷猜测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因为在大S的诸多情感经历中 剧军夜是唯一主动甩掉他的男人 其他即便是周渔民这样的男神 也是大S主动分手 所以大S这么多年没换过手机号码 一直保留着和剧军夜的联系方式 才能在和汪小飞离婚后 仅凭一个跨国视频电话 就时隔20年光速复合 不知道这个韩国光头能否和大S携手终老 不仅在爱情中 大S是握有绝对掌控权的一方 在和朋友的相处中 大S也极其强势 2019年 阿雅和大小S范小轩一起参加真人秀 大S说起自己的偶像 木村拓栽激动到哭 阿雅听了无数遍 还是认真听完他的讲述 然而当阿雅谈起自己的偶像刘德华 大S却立刻捂住耳朵说不想听 他多次在公众场合 当着镜头攻击阿雅的长相 甚至在高中时期 大小S姐妹就曾怂恿阿雅从二楼跳下去 摔断了手 身为20多年的姐妹淘 这种有些霸凌式的友谊 让人难以接受 面对大S的种种嘲讽 阿雅明显在意 却没多说什么 因为毕竟是大S带着他进了娱乐圈 为了争取到不少机会和资源 并且在阿雅父亲生病住院时 出手帮过忙 不得不说 可能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大S的人生足够精彩 也足够充满争议